您好听众朋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生活在海外 我是文一 很高兴在电波里和您相遇 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的人物节目向您介绍两位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英才 一位来自东方中国 另一位是美国人 他们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奉献了生命 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第一个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也是中国人 他为无数人治过病愈满天下 可是在晚年他却被很多人唾骂 甚至被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拒绝救治 也许你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可他的确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忘记的人 他叫严福庆 1882年7月28号出生于上海的江湾 一个清贫的牧师家庭 兄弟姐妹五人 他排行第二 六岁的时候 父亲因感染伤寒去世 而母亲又体弱多病 家里的情况变得愈加艰难 父亲的去世 母亲的伤痛都给他的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 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医师 后来他被过继给伯父严永经 严永经是上海最早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创办人 在伯父的资助下 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04年 他以忧郁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 应招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 担任矿医 为划工治病 他深受矿工们的尊敬 回国的时候 矿工们还集体赠送他一枚金纸纪念章 渴望学习更多知识的他 1906年又考入世界知名的耶鲁大学医学院 成为全班所有学生中唯一的黄种人 耶鲁大学一开课 他就意识到 自己在国内学习的知识还远远不够 中国和美国医学教育的差距还是很大 为了迅速学习国内学不到的知识 他全力以赴通宵达旦的苦读 耶鲁学费贵 生活开销也大 他刻余时间就到餐馆刷盘子 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来赚补贴 三年以后 也就是1909年 他以出色成绩毕业 成为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中国人 1910年 他学成归国 被长沙亚里医院聘为外科医师 受亚里协会指派来中国传播西医的 是1901年建立的非政府及非牟利机构 他也是耶鲁在海外的延伸组织 当时在长沙创办亚里医院的虎美博士 一见到他就激动的说 你是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 这里还没有一位真正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生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惧怕西医 以为把体温剂塞进嘴里是下毒 西医的白大褂更是让他们联想到出病的丧福 如果生病了 他们宁愿在家里自己调理 就算快病死也不肯去诊所看西医 这些落后的观念长期阻碍着雅里医院的发展 也让虎美博士多年都束手无策 严福庆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他凭着一张东方面孔 让当地百姓有了亲切感 因为他人们慢慢对西医产生了信赖 不少士绅专程请他到家中看病 长沙的学校也请他去讲医学知识 当时西方医学已经十分进步 可是中国医学仍然是雷若不堪 而且在中国的西医都是外国人 只为中国贵族和洋人服务 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起 许多效仿国外教学的医学校更是害人不切 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的拥疑 这些情况都让严福庆忧虑不已 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 药物之一就是国民要有强健的体魄 强身之道则是医学的基础 因此在中国创办医学院 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刻不容缓 然而医学教育事业极其昂贵 没有政府支持寸步难行 幸运的是一次经历让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有一次湖南都督谭颜凯身患大业性肺炎突发高手 老中医们都无能为力便请他上门 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可他上门以后只是量了几下体温 开了一些普通的西药 没想到第二天 谭颜凯的病情就开始好转 从此谭颜凯开始尊重西医 为他办学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多年以后有人问他当时为何能尿手回春 他笑着说 西医中大业性肺炎八天后就会自动痊愈 我根本没用什么特效药 这就是一个医学常识 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在得到谭颜凯的帮助以后 亚里协会和湖南政府达成合作 1914年 乡亚医学专门学校成立 32岁的颜福庆成为了校长 既然要办 那就要办一流的学校 他严谨制学 采用长学制七年 其中医学预科两年 结业后兼考试合格者升入本科学习 其次他强调基础训练 注重临床教学 学生在预科学习的时候 任何一门课不合格 都不能进入本科阶段的学习 即使升入本科也并不意味着能够松懈 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不合要求 就必须重做 学校还采取了严格的淘汰制 有段时间还规定合格成绩 以70分为及格 由于这些严格的规定 乡亚学生的被淘汰率高达75%以上 如果一个班入学时为22人 以后还有差班生 但最后能毕业的 有时才仅仅只有四人 他不仅注重学生的医术 更注重学生的医德 想成为医学院的学生 除了分数高成绩好外 一定得是人品好 有爱心 他对学生说 不管病人有多啰嗦 医生一定要眼睛盯着病人 耐心听他说完话 就算是半个小时 也要听下去 因为这样才能根据病人的描述 去判断病情 开药 他不止一次的嘱咐学生 如果遇到寒冷天气 手特别冷 不管医院条件怎样 医生一定要把手搓热了 才能去接触病人 这样病人才能感受到温暖和关心 他在担任医学院校长期间 从没有忘记 医生应该救死扶伤的天职 他曾经用新衣 治疗了湖南农村的利己 效果极好 美名远波 有一天 屋外下着瓢泼大雨 突然一个年轻人找上门 高个身披缩衣 头戴斗立 他背着身患利己的妻子来求医 两人全身湿透 病人已患重病 再加上大雨风寒 危在旦夕 他急忙扶病人上床进行抢救 在他的精心治疗下 病人日渐好转 不仅如此 在他得知病人贫困的情况以后 他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 而这个背着妻子来求救的年轻人 不是别人 正是毛泽东 他治愈的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 毛泽东曾经对湘雅的评价甚高 多次亲笔在数信中推荐亲友去湘雅治疗 毛泽东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也是在湘雅出生的 后来美国教育考察团来中国考察 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北京协和医院并列为全中国最好的现代医学院 从此有了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的美誉 从湘雅走出了一大批的优秀中国学生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成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和一流的医学专家 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谦 热带病学家应元月还有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汤飞凡 1915年严福庆又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届会长 学会的宗旨是巩固医界友谊 尊重医德医权 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阳医界 90多年前创办的医学会 直到今天还是国家级学术团体 而他就是这个中国心医权威的奠基人 严福庆发现中国农村卫生习惯极差 百姓对医疗看病的意识太过薄弱 于是当国联卫生组织找到他筹建国联卫生部的时候 他欣然接受了任命 严福庆精心设计出卫生系统行政构架 在这个构架中农村卫生覆盖是重中之重 他希望人人都能看得起病 1927年 严福庆应邀担任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 后来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正式开学以后 他又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可在这时他却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 他放弃享有中国大学校长中的最高薪酬 辞去了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因为他要去实现一个更大的理想 那就是要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 及医学院、医院和研究院为一体的研究中心 他还说服自己的唐兄严慧庆 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教学医院 又说服户上工商名人叶子恒捐出花园 改建成为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 在他的不泄游说下 中国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医学院 终于有了一定的规模 在坐镇上海医学院的同时 他又接办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总医院 把他作为上海医学院的第一所教学医院 而这时的他又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创办一所具有更大规模的 属于上海医学院的实习医院 既能够为教学所用 以利于培养出好的医生 又能够为病人服务 1929年他完成建设医院的计划书 1930年正式向社会发出创建 上海医室中心及中山医院的倡议 而严福庆则开始了筹款的兼具工程 为了筹建中山医院的一百万元 他曾经低下身躯 放下姿态 挨家挨户上门乞讨 每一元钱都来之不易 在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人看到 一名销售的中年人 不管刮风下雨 出门带一把伞 手夹一本募捐册 坚持做三等车厢 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意思推辞 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 然后他再换一个地方 再重复原来的程序 洛克菲勒基金会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 宋子文孔祥熙都是他的捐款人 全上海都知道 他为了意愿有钱必赚 上海特别是市长吴铁城到东北 他就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 最终张学良捐了一万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 米贵珍去世 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 他就上门恳请宋爱玲 捐出这笔丧仪 丧仪用于办医院 这是替老太太造福 这笔巨额丧仪就这样 最后转到了中山医院的账上 吴福庆在这种日夜操劳的奔波中 十年后的他已经两并斑白 但却最终建起了中国人 梦寐以求的医事中心 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都做了详细的报道 英国大陆报更以权威的口吻评价道 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医学院 与欧美同类医学院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 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1931年他应邀在上海沪江大学演讲 他说学医的目的 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 我想你跑错路了 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 是赚不动许多钱的 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 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 为目的去学医 这才是最好的 这才是人类的服务者 字字句句铿锵有力 他的爱国思想 言传身教 也深深的影响了他的子女们 他的长女颜雅清 成为了传奇的民国非天明媛 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般医生都以开药方治好病 作为自己的责任 可他却坚信 医生的天职 不仅是要把病人的病治好 更是要预防疾病的发生 他深刻的预见到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趋势 必须是重视预防医学 这是一个贫弱的泱泱农业大国 医学的现状所决定的 他的终极理想 就是为中国打造公共卫生防疫系统 为更多的人谋福利 预防疾病 所以他在医学院初创之时 便亲自开售公共卫生学 以让中国防疫体系逐渐壮大 他还让自己的学生 多下乡免费宣传医学知识 为那些贫苦孩子体检 建造卫生公厕 49年以后 已经逾70岁高龄的他 仍然继续自己的教学工作 他兴奋地说 看到医学教育有远大的前途 我觉得深受鼓舞 我不退休了 他想为新中国的医学发展 奋斗一辈子 可是谁曾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 为中国医学现代化 穷尽必生心血的人 却以惨烈的方式 面临即将发生的一切 那场轰轰烈烈的浩劫来临后 一张张大字报 给已过七旬的他 一顶顶下人的帽子 汉奸 卖国贼 医学界的反动祖师爷 杨武逊等等 都扣向了他的头上 这其中任何一个罪名 都足以判他死刑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可怜的老人 有的连意思也搞不懂 至于杨武逊这条罪名 他连武逊是何许人都不知道 他的孙子告诉他 武逊是为办学 而不惜四处奔走募捐的 山东老夫子 他听明白了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当即回答 是 我是杨武逊 在所有罪名中 他唯独对杨武逊表示认可 中华大地的悲剧还在上演 批判的温度随着季节继续升高 在八月的酷暑天 在耗尽半生心血 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 年迈的他被戴上了高帽子 脖子上还挂着一块木牌 上面写着 我是混蛋 去游街 游街中时不时 他还会受到唾沫侮辱 拳脚相架 甚至有人将墨汁从他头上浇下 还有人大声质问他 为什么不自杀 可他却平静而富有尊严的反问对方 我问心无愧 为什么自杀 批刀结束后 他一身唾沫 墨汁 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 儿孙们都想找些话安慰他 他却摆摆手术 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学医的他原本身板硬朗 思路清晰 走路不要人搀扶 可经过这两年多 他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 卧床不起 1968年后 他的身体每况愈想 一天肺气肿复发 家人用藤椅将他抬到 他曾经最熟悉的中山医院急诊室 可令人无比心寒的是 医生看到他立即向公宣队请示 最后只开了药将他大发离开 他呼吸困难 家属恳求医院给他吸点氧 却遭到院方的冰冷拒绝 我们回家吧 他对家人说 而在回家的路上 他的脑泪一滴滴躺了下来 此后两年 他再也没有进过自己曾经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 可这所他再熟悉不过的医院 和他家仅仅只有一墙之隔 1970年11月29日 隔壁上一大的围墙突然坍塌 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的时候 坐在家中的他 竟也像坍塌的围墙一般 彻底的倒了下去 家里人问他 不舒服吗 老人摇了摇头 要不要去医院 老人还是摇头 家人再问 他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一位为中国医疗事业奠基 奔走一生的老人 就这样凄惨的离开了 想念88岁 一代医学巨星就此陨落 他在冰险连天的年代 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待遇 回到灾难甚重的祖国 以医救民心 以医治天下 他在毕露蓝绿之中 历经图治 重办国人第一所医学院校 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医学人才 桃李不言 下字成熙 他曾对自己的子孙们说 唯一之人一定要怀人心 施人术 斥人爱 人心扶伤 正义名道 他没有留下什么专注 可他却是许许多多的人拥有了特别的专注 他被中国人遗忘在历史中 可他亲手创办的医院 却是千千万万的病人得到康复 他默默地走了 可他的精神 纵经战火洗礼 世事变迁 亦不曾衰微 更不会逝去 因为那是真正的永恒 7月28日 是他136岁诞辰 11月29日 是他逝世48周年 他不应该被中国人再遗忘 每一个华人都应该记住他的名字 严福庆 他医治了千千万万同胞的肉体 但是他却没有能拯救他们的灵魂 这就是第一位亚裔耶鲁医学博士的命运 在美国 另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11月30号离世 12月5号 也就是星期三 美国全国举行哀悼日 股市休市 邮局停止工作 各机构将办齐 国会议员内阁 现任总统川普 以及前任总统卡特 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等 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他是美国的前总统老布什先生 1992年 当了四年总统的老布什 在竞选连任中表现不佳 以悬殊的差距 输给了他的民主党对手 比尔·克林顿 当时美国正经历经济衰退 美国大众渴望选出一个 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领导人 但老布什 没有能及时对这样的民意做出反应 而他在竞选中的几次失语和失误 又被媒体不断攻击 更是固化和放大了 人们对他不知民生艰苦的印象 让他大败如山倒 投票日当晚选情明朗败局已定后 老布什在日记里列出了几条 自己接下来要办的事 安慰那些我伤害过和对我感到失望的人 坚强友善大度体谅 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与其说这是一个代办事项清单 不如说是自我喊话 是他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 从中不难看出这种苦涩的惨败 对他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但是正如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 他很快走出了失败的阴影 在收拾行李离开白宫的时候 他在办公室给克林顿留下了一封手写的信 亲爱的比尔 刚刚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 所感受到的好奇和敬畏 和四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模一样 我相信你也会有一样的感受 我祝福你能够获得快乐 我在这里的时候 从来没有经历过其他总统所描述的那种孤独 当然总会有一些难熬的时刻 尤其在你面对那些 你觉得并不公认的批评的时候 更是如此 我不是一个擅长给别人提建议的人 但我想说 一定不要让那些批评打败你 更不要让他们左右你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已经是我们的总统了 祝你一切顺利 合家幸福 你的成功将是整个国家的成功 我会衷心的为你加油喝彩 祝好运乔治 现任总统给新当选的总统流言交接 是白宫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但其他现任总统的信大多不过是礼节性走过场的姿态 可是老布什的信不太一样 他的言语里有难言的真情流露 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克林顿能够成为一名好总统 在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被赶出白宫的可怜输家 而是一个超越了党派和政见之争 在败选后仍然能够展现出优雅风度的可敬对手 当然老布什不是圣人 他也曾经在选战中攻击过对手 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这样的风度是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 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体面 只是在今天的大环境里 不同党派的政客 不同观点的普通人之间 互相攻击抹黑成为常态 不同立场的人们势不两立 不再求同存异 去寻求彼此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撕下温情的面纱 到处是撕裂留下的伤痕 体面不复存在 优雅荡然无存 在这样的时候 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社会并不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 原来曾经的政治家们是能够保有体面的 所以老布什的这封信又被翻了出来 在社交媒体上被美国人一次又一次的转发 用来抒发他们对过去好时光的怀念 很快大家又发现原来老布什是一个无比温和的人 他身上有一种美国人的性格里少见的谦卑 他对几乎每一个人都礼貌有加 他写给克林顿的那封手写信并非特例 他一直就有给别人写信致谢的习惯 有一次他到海军学院阅兵 一名士兵在做枪械表演的时候 因为过度紧张出现失误 两次把枪掉到了地上 第二天他给那名自责羞愧的士兵写了一封信 我想谢谢你和所有其他人的精彩演习 听说你是被大家一致推选出来 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而你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 别担心任何事情你做得很好 这样的信老布什写过几千封 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到美国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 再到他接触过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 都曾经接到过他亲笔写的信 有出版社把这些信印成了一本书 足足有七百多页 所以这样的风度不是刻意摆出的姿态 而是他的个人品性 这是一种老式的教养 但在如今这个图穷笔现的粗弊时代 这样的优雅体面越来越稀缺了 2018年走了那么多人 很多人都带走了一个时代 老布什的离去 同样有着这样的象征意义 它象征着一个优雅体面时代的落幕 不仅仅是优雅体面 老布什带走的还有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乐观时代 重读一下老布什在1989年就职典礼上的演说 那一年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 新的风正在吹来 一个自由的新世界似乎正在重生 未来就像是一扇叫做明天的门 你随时可以跨进去 他还说今天的我们有着这样一个目标 那就是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变得更友善 让这个世界的形象变得更温和 这个时代的人们如此真诚热烈的相信 未来会更好 又如此毫不犹豫的肩负起他们的道义责任 更令人赞叹的是老布什先生一辈子都被爱围绕着 他是一个太幸运的人 父亲是华尔街银行家 后来当了康尼迪格州的参议员 他含着金汤匙出声 从小生活幽渥 珍珠港事变以后 18岁的他参加了海军 是当时全美国最年轻的飞行员 1944年 他驾驶的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 他跳伞逃生 后来被美军潜艇救起 当时执行任务的其他八名士兵 全部被日军俘虏并且杀害 只有他幸运的奇迹逃生 但是他最幸运的还是和妻子 巴巴拉布什如同童话一样美好到不真实的爱情 两人在一次圣诞舞会上认识一见钟情 那个时候布什17岁 巴巴拉16岁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踏进舞池一步 一直坐着聊天 两个人都是初恋 但从第一刻开始就认定对方是自己一生的爱人 在经历了那场死亡的危险之后 老布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跟巴巴拉结婚 他给了巴巴拉一场极其奢华隆重的婚礼 那一年巴巴拉19岁 老布什20岁 退伍后的老布什进了耶鲁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 在校期间成绩突出 毕业以后赢得一众大腕的赏识 可是他并没有选择那些看似优越稳定的工作 而是自己创办了石油公司事业做的风生水起 可是生意没做几年 老布什又不甘心想要从政 对巴巴拉来说 他永远都支持丈夫的决定 信任他的能力 谁要是批评我睿智的丈夫 我真的会发脾气 他曾经说道 1966年老布什当选国会议员 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中央情报局局长 副总统 而巴巴拉陪他走过所有的荣耀和低谷 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都想要你在身边 都想与你分享 巴巴拉带着孩子 跟着他搬了29次家 转转17个城市 其中包括中国的北京 1988年 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 巴巴拉也成了美国的第一夫人 入住白宫以后 巴巴拉依旧十分节俭 穿29美元的鞋子 耳末上永远戴着相同的那一对珍珠耳环 就连他脖子上那串珍珠项链 其实也是假的 但是他仍然担当好第一夫人的角色 白宫上下无人不对他称赞 可以说从家庭到事业 老布什的荣誉里一半都是巴巴拉的 婚后13年 巴巴拉生育了6个孩子 迄今为止又有14名孙辈和7名曾孙辈 77年过去了 我依然爱你如初 只是不能再陪你继续走下去了 2018年4月17号 巴巴拉带着对老布什的不舍 先走了一步 巴巴拉去世仅仅半年多 老布什也追随他一起去了天堂 大概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但老布什更幸运的是 他不光拥有一份始终如初的爱情 他还有友情和亲情 他留下了一个人丁兴旺 和谐美满的大家族 他还有一个60年的人生挚友贝克 在巴巴拉离开之后 88岁的贝克是陪伴老布什时间最多的人 两人在年轻时就结下深厚友情 老布什从政后 贝克成为他最好的副手 老布什三次参选总统 贝克都领导竞选团队 在老布什当选后 贝克顺理成章地做了国务卿 在去世之前的十几个小时 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的老布什还在问贝克 我们要去哪儿 贝克说我们要去天堂了 当天晚上 老布什在迷流前的最后时刻 小布什通过电话和父亲道别 小布什说 你是一个很棒的父亲 我爱你 老布什说 我也爱你 这个一辈子被爱围绕的人 留给儿子和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 竟然也是爱 大概这同样也是天意 那之后不久 老布什平静安详 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贝克说 这是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最温柔的告别 CNN的报道说 亲友们在互相告知 老布什去世时用了一个缩写 CAVU 这是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常用的一个代号 意思是代表最高的能见度 万里无云是最适合飞行的 晴朗好天气 老布什生前也曾经用CAVU形容自己的人生 联想到老布什年轻时 曾经做飞行员的往事 更能感受到这句话的浪漫 和美 世人所能想象的完美人生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拥有丰富的爱 因此天空再无极限 可以自由任意地翱翔 而老布什一辈子被爱围绕低调优雅温和 如此幸运 如此完美 如此受上天眷顾 在老布什的葬礼上 他的儿子小布什发表了最感人的致辞 父亲总是很忙 永远也停不下来 但再忙他也不会忘记和身边的人分享他对生命的热爱 他教我们爱户外运动 他喜欢看爱犬追逐被惊飞的野鸟 他爱钓脚炸的鲁鱼 后来不得不坐轮椅以后 他就待在卧客脚门廊上 他最喜欢的位置 面对壮观的大夕阳沉思 那似乎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他所看到的天际线明亮而充满了希望 他是个真正乐观的人 这种乐观影响了下一代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坚信 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他不断地用一个个果敢的决定来拓展自己的空间 父亲可以和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交上朋友 他善于推挤吉人 感同身受 他看重品格而不是出身 他从不愤世嫉俗 他在每个人身上去寻找优点 并且总是能够找到 父亲教会我们 担任公职是一件崇高而且必要的事 他教会我们 当官也可以保持正直 坚持信仰和家庭那些重要的价值观 他坚信我们必须回报国家和社会 他知道为别人服务也能丰富自我的灵魂 对我们来说 它是万千点星光中最亮的那一颗 在失败的时候 他承受起了责难 他知道失败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但他告诉我们永远不要让失败定义自己 他让我们知道挫折能够让人变得更强大 在他73年的婚姻中的每一天 父亲都在以身作则地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丈夫 他娶了他爱的人 他崇拜他 他陪他欢笑 陪他痛哭 他对他始终忠诚如一 当然 父亲还教会了我另外一门特殊的课 他教我如何用正直 勇气和爱 来服务和领导我们的国民 历史书会记载 乔治布什是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 一个有着无与伦比技巧的外交官 一个成就显赫的总司令 一个以尊严和荣誉捍卫职责的绅士 在他就职41任总统的典礼上 他说 我们不能只是想给孩子们留下更大的车 金额更高的银行账户 我们必须要寄望他们成为忠诚的朋友 有爱的父母 以及把自己的家 社区和城市建设的更好的公民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好了 爸 我们会因为这些话 以及太多其他的东西 而永远记住你 在讲到最后几句话的时候 小布什终于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 我们会一直想念你 你的体面 你的真诚 你善良的灵魂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眼泪里让我们看到 能够认识你 爱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一个伟大而高贵的人 一个孩子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父亲 在悲痛里让我们笑着告别 爸爸 您终于又可以抱着罗宾 牵着妈妈的手了 美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 更不会忘记他们的总统 希望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不要再忘记那个神圣的名字 严福请 生活在海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